本章主要讲的是三方结合的创业计划 为什么创业计划需要三方结合 一定是要嘛不是没有钱 就是第二个部分就是没有能力 也或者我们可以说 其实人的部分的话可能是具有部分能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会进行所谓的三方结合的创业计划 我举我个人的一个例子举例 早期的部分的时候 我接触到刚好认识一个乌拉圭的进口商 那大家彼此是相当好的朋友 那所以说那时候有一批水晶矿石 那时候的话我跟我朋友 因为我刚好个人经营一个部落格还蛮成功的 那我就曾经想到说 那如果说把这些水晶部落格放上去的话 那是不是对我来讲效果会更好 这是我第一个创意 那第二个创意的时候我曾经想过 因为那时候在代销业者服务 那代销业者有一些情境体验 那我就曾经想过说 那我就把这些水晶矿石我不用卖的方式 我用租的方式 然后放在所谓的销售中心 然后让整个情境能够变得更好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是水晶矿石 加上一个拍卖网 再加上照相 就找一个非常懂得拍卖的人 那因为我有货源嘛 那透过这样的合作方式 然后由他那边做照相的事情 那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这三个会做出一番企业 那这东西的时候我们今天假设 这每个东西它都有不同的技能 举个例子 像货源的部分 你要嘛你要有资金进口 要嘛你就跟代理商的关系很好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讲部落格 你总是要一个知名的部落格 或者说这部落格是经营的 这种专门在讲这种水晶矿石 非常具有权威的 它有一个品牌 第三个部分的话 可能我们牵涉到所谓的照相技能 照相技能就是说 当然你如果有钱你可以请人家拍 但通常的情况就是因为没有钱嘛 没有钱的情况下就可以就要自己拍 那第四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单纯讲代销业者 他也是一种人脉嘛 对不对 人家为什么销售中心 他这一场要跟你租借 其实他这东西有他的考量 所以透过三方的结合 就是说三个人具备不同的能力 或三个人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 他所经营一种副业经营的概念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三方结合的从业计划 那如果一个人 如果按照穷爸爸跟富爸爸 他的讲法的时候 一个成功的人通常他的机会是很多 就是他是多个机会在进行 但他有一个重点 他同时也是多个能力在同时进行 但是他有一个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他每一个都是低风险 也就是说他停损点的设定 那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例子 像个人部分的时候 你说其实最小的创业的话 讲的就是产品跟客户的结合 也就是说你要能做出一种产品 或设计一种服务 或者一种商业模式 可是客户买单 所以其实创业就是产品跟客户 你要学的要找的都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要嘛你能够去创造一个产品 要嘛你能去找到一个创造产品的人 那同样找客户也是一样 要嘛你自己能卖 要嘛你可以透过别人去做这个销售 那这就是小型创业的概念 那我们单纯我们讲一个漏水 我们讲漏水问题在台湾 如果在黄地产交易的过程当中 漏水是占百之33年 就是它是最大宗的那种 所谓的买卖屋的纠纷 那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人想解决呢 或者是因为没有能力解决 还是一直都没被解决 那所以说我是经由说 针对一些不动产 可能是协助朋友解决漏水问题 慢慢我就发现 其实我这个漏水知识还算蛮成熟的 那我就心里在想说 那有没有可能我透过这个漏水知识 我去做所谓三方的结合创业计划 那首先我们来讲这几种 第一种是漏水技术配合讲座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曾经找过一个 那个捷运站 我们讲松山区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文创园区 他有一个咖啡讲座 那个老板刚好也是 也是Ochu起身的 那他基本上对这种水泥业 他也很了解 然后他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餐厅 然后他里面有设讲座 那我就曾经去想跟他讲这样子 就是说基本上 也许他专业技术上比较不够 我们讲漏水技术 那我可以开定期的讲座 就我跟他配合 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喝个咖啡 然后纯粹就分享一些漏水知识与经验 那透过这种方式去长期的举办 然后去取得客户 这是第一种想法 第二种想法 我会去想到说那漏水技术 难道不能跟一些仲介配合 那仲介配合我们讲的就是前配合跟后配合 那这个东西前配合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今天要卖的方式 你老是在后面做漏水保证那很无聊 那何不如在这之前 你就干脆说服业者先把漏水的问题解决掉 然后再来你可以确定 你卖出去的房子不会有漏水问题 那像这种情况叫做前配合 那后配合的部分的时候 他现在有什么漏水保证 其实我个人觉得那个东西一点效果没有 为什么 我请问你 假设比例在仲介他所谓的漏水保证 他不会就走 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假设 赔赏的部分 对不对 我们讲赔赏的部分 其实这个金额都很小 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漏水要处理 仲介公司也没那么呆啊 他一定会有限定一定风险 也就是说他可能10万或20万底下的漏水保证金额 或每一个漏水点6万块的金额 各位懂这意思吗 但事实上你在处理一个东西 假设你整层挖掉 假设你漏水问题真的是很严重 这以前根本就是杯水车精 所以基本上 假设难听这句话讲有跟没有有一样 第二个部分 各位如果对漏水问题有了解的时候 漏水的部分的时候 他不是每一场下雨他都会漏不见的 因为漏水他有漏水的管径 他有蓄水的泉源 他可能是一场大雨 很大很大雨 连续一个多月的雨水 他才有办法漏的 那假设难听 你如果遇不到那种天气状态 很快一两年就过了 你根本不知道这间房子事实上是有漏水 你没有办法去界定 第二个部分我们就换一个例子 你今天只要换你手的话 谁知道前面那一手的房子有没有漏水 你那要告到最前面那一手吗 各位懂这意思吗 因为大多数的我们讲投资客 他可能买来 他就买来就装修一下 而且装修材他本身也有底涨漏水的能力 至少小漏水他应该挡得住 第三个部分的时候我就想说 那有没有可能我漏水技术透过出书跟扣取的结合 那我们今天最常讲这个东西 第四点的时候 我有没有可能漏水技术透过影音分享来扣取的 那目前是没有 因为现在目前所发表的所有的漏水影音分享都是free的 都是所谓自由的 那有没有可能我把法拍加漏水加资产活化三个结合在一起 或者说我们今天换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说漏水技术加五年保固 跟装潢公司然后去做扣取的动作 那这部分刚刚巧好巧不巧 因为有一个论坛的关系 刚好认识一家室内设计公司 那家室内公司设计很大 他一直给漏水问题所困扰 那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那其实漏水部分除了师作漏水工程以外 是不是漏水检验也是很重要的 包括他怎么去检验 他怎么判定他有没有漏水 他怎么判定说 这房子在什么情况是不会漏水 那我们把这前技术的时候跟装潢公司配合 那现在重点是 你看单纯我们讲一个漏水技术 我们当然是讲的是有效的漏水技术 其实他有这么多种所谓的创业计划配合方案 同样的假设你今天有一个水晶矿石 不管是惊动或者说我们讲巨宝盆 你有大量的货源 其实你就可以做后续的配合 那在你在做后续的配合当中 你是不是会增进你的沟通协商能力 那你在增进的过程当 当你目的达成了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像你找的三方 举个例子像我个人曾经找过水晶矿石 部落格跟照相 可是卖不好啊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部落格 他本身他的粉丝可能不是这种属性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就这个计划就失败 可是我们今天讲 创业过程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 你多种能力要并行 而且你要快速试误就是试验错误的意思 就是说假设比例来 你今天有一个想法你马上就做 人家说如果说你光有知识没有行动 不会产生能力了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你今天你有一个想法 那你多现并行 多现并行的过程当你发现 至少你可以很肯定知道说 哪一种方法是有效跟无效 那在无效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你有缺失 那在这过程之中你就知道说 哦原来当初的时候我在做这个水晶矿石 应该跟具有拍卖网的人结合 或者说我当初在找部落格的时候 我要找这种水晶矿石的权威的部落格结合 或者甚至我可以找那个 所谓的第四台的钻卖结合 可是问题是 那也牵涉到一个个人资源掌握的问题 你说我可能只有100多颗 或者我一个月可能只有100多颗 我怎么有办法跟第四台合作呢 所以在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 其实创业计划本身它就只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找到客户 然后把产品卖出去 或者找产品 然后接着找客户卖出去 所以其实创业的本源在哪里 就在找到产品 找到客户的这一个核心概念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宜 我是文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